恭喜發財 今天這麼多年不再拿這個自尊大獎 這首自尊歌今年很開心 雖然今年只有拍下一首歌 但是也很開心得到這個肯定 2024年不只是拍一首歌 已經拍了新歌 叫青春告別式 中隔了16年 自己會不會很深感受 是嗎?你不說我真的不說 我出道就好像上個星期的時 我覺得沒有 可能真的隔了太久了 沒有了記憶 我已經不記得我上一首自尊歌是什麼 就是《紅愛》 真的嗎? 是啊 嘩 入門初期到現在 我覺得做完訪問我應該回去睡 都開心的 繞個大圈 還有我覺得保持著相信音樂 要相信好的歌 還有也要交給時勢 我覺得有時候的歌 我們做的時候 以為它會很好反應 但可能那些又 譬如青春常駐就是 年初派的時候 其實不受歡迎 也沒有什麼上榜 年初一聲就突然又回到榜 聽說這次《隱形遊樂場》 剛剛在53週又重新回到榜 所以這也是第二次在年底重新回到榜 很怕今晚兩手空空捧彈回去 待會他們約了在外面 開香檳都不知道開什麼 現在終於都 有個獎座去送一下香檳 我覺得 我相信他們都會很安慰 會不會馬上自將多謝 Wyman 我會 因為我一月會飛巴黎做Fashion Week 我會帶上獎 飛去倫敦找他慶功 對 但你相信今晚應該不值得這個獎 蛤?沒有啊 我想告訴你 我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期望 對呀 我覺得今年以我的 這個叫什麼 出勤率 其實有這首歌 我已經很開心 雖然我有拉票 我發現原來拉票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從今年開始 我從2023年開始 我一直拉票 拉到累為止 因為不知道 原來你到街上見一下聽眾 就算他不喜歡這首歌 他都會很直接告訴你 我不喜歡這首歌 那我個人就是覺得 讚美要開心接受 批評也都要開心接受 是 會不會都想到 你都不同的拉票方式 不可以每次都一樣的 上次就 因為剛好又遇到區議會 拿了一些想法來玩一下 但是下次我想 盡量想一些 高級一點的 對呀 不要那麼阻礙的 我們有一晚在銅鑼灣拉票 差點被人報警 是啊 是啊 所以都要很小心 不要打擾到其他人 就是玩歸玩 對呀 而且最重要是跟支持者 又開心一下 對呀 對呀 有一點不舒服 他 我想說是很神奇 都真的關我代言那種藥事 醫生跟我說 他沒見過有一個 一個病人中了甲瘤 就是甲型瘤 是兩天可以開聲 其實我頭尾三天休息 第一天回到去覺得有兩聲咳 第二天就開始尖寒尖凍了 睡了一天 第三天又睡一天 第四天又開表演了 又唱得回 所以我都給自己的馬虎有八十分 是啊 所以我也覺得 還有可能關我媽媽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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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